王家尔直言范诚诚不改掉这个毛病,很难在娱乐圈混下去。 偶像练习生从未开播到现在都一直受到大家的关注,从国内外经纪公司、练习生公司推荐的100名练习生各个都有强大的背景之称。 范诚诚、蔡徐坤、陈丽农等等。 如今第一轮的选拔已经结束,范诚诚以不错的成绩进入了前九的位置。 但是更多人在意的是范诚诚的这个称号范冰冰的弟弟。 虽然外形不错,又有范冰冰这个姐姐做支撑。 但是他还有很大的问题,对混娱乐圈的人来讲是一个缺陷。 近日导师之一的王嘉尔直面点评范诚诚的问题。 王嘉尔表示范诚诚是一个很纯,没有攻击性的练习生。 换个说法就是太单纯,对娱乐圈了解不深,就像初入职场的大学生一样。 在娱乐圈的每个人都必须要拥有一种野心,简而言之,就是会抢镜头。 范诚诚完全没有这种野心,不会抢镜头。 要学会把自己的优势绽放出来,而不是韬光养晦,在娱乐圈韬光养晦只会让自己一事无成。 没有多少人愿意主动给你机会,给你时间去了解你,发掘你。 而是要自己主动去展示,去绽放光彩,把别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。 范诚诚单纯其实在《偶像练习生》节目中可以看出,自己的朋友得了晋级或者有一个好的名次,比自己晋级还要高兴。 虽说自己的朋友紧急应该高兴,但也是从侧面反映,范诚诚太单纯。 参加快乐大转迎时,这个问题更加凸显。 如果说替朋友高兴是理所应当,那么太含蓄就是真的问题了。 娱乐圈如果含蓄就根本得不到机会。 参加快乐大转迎的时候,其中一个游戏环节是,学员通过跳舞来估算时间,范诚诚考虑到全队的时间应该充足,想要放弃表现的时间,可还是被大家推上去摇眼。 表演很棒,但不得不说这个大男孩太腼腆了。 有网友表示范诚诚应该是从小就被家里到户地很好的孩子,但是还是挺希望范诚诚学会抢尽头。 在节目中总是比较害羞,躲在人群中,毕竟现实是很残酷的。 而有的网友也表示,他都一个那么厉害的姐姐了,还怕没有资源。 还是这样一直单纯下去好。 你觉得呢? 你觉得呢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